小狗旗带出血 小狗旗带出血 在刚刚生产的小狗之后呢 我们知道狗妈妈她会自己把旗带咬断 那或者是我们人为干预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旗带和整个一个开盘去进行分离 但在分离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出一些血 其实这个大壳不必惊慌 如果你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很简单 准备一个医用的小夹子 给它夹到旗带夹一会儿 它自然出血就可以停住了 或者是呢 你夹的时候呢 掌握一些少量的打劫方法 可以去小狗旗步 大概两三公分之远的地方 你去给它做一些劫渣 这个时候也能定免出血 当然如果你手头这些工具都没有 你捡完它的一个旗带 或者是狗妈妈咬完旗带之后 旗带在少量的出血 你也不用太过于惊慌 只要用干净卫生的 比如像一些消毒棉之类的 去按压这个旗带 大约两到三分钟以后 血自然就不会流了 那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必惊慌 我们一定是把这个血 安然给它止住就可以了 当然你如果没有做出了用前夹 或者是用线绑这样的一个情况 记得在旗带减断处呢 你要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消毒 比如用点孵进行消毒就会很好 因为这个时候毕竟会造成痛路 如果感染发生了 这就要是变成一件严重的事情 小贴士 小狗旗带分离时出血 其实大可不必惊慌 准备一个医用夹子 加到旗带一会儿 出血就会停止 或者也能掌握少量打劫的方法 就在距离小狗旗步两三公分的地方 去给它做劫扎也能避免出血 如果手上没有工具 可以用消毒棉去挤压旗带 大概二到三分钟就会停止流血 就会停止流血